据当地媒体报道 经过一整夜的辩论后 美国德州全面选举改革法案 基本上依照党派路线投票 并在5月30号上午在参院通过 该法案将赋予监票员更多权力 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进入投票区 同时对限制监票员行动的选举官员 制定了新的惩罚措施 该提案还允许法官在诈欺选票数量 可能改变选举结果的情况下 宣布选举结果无效 根据该法案 如果民众并未申请邮寄选票 给其发送邮寄选票的官员 也可能面临刑罚 除了德州外 一些共和党领导的州 如佛州等 已推动或通过了 在未选举增加新的保障措施的法律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